北京时间6月29日 WTT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战继续进行 今天下午 国拼混双世界第一组合孙颖沙和王楚清出战 对手是德国的麦斯纳和万人 经过三局比拼 沙头组合3比0轻取对手 成功晋级混双8强 三局的比分是12比10 11比5 11比4 除了第一局打得比较胶着 后面两局赢得很快 整场比赛仅仅打了20分钟 沙头组合快速打卡下班 可能是第二局赢得比较轻松 孙颖沙在场上显然很放松 第三局开始第一球 沙头组合得分 对手回球没有上桌 我们看到王楚清和孙颖沙都准备捡球 镜头下的孙颖沙在偷笑 和王楚清说着什么 看着非常有趣 沙沙笑起来非常可爱 作为世界第一组合 参加常规挑战赛实属罕见 刘过良的目的应该就是 让沙头组合多打 与不同风格的对手去打 为巴黎奥运会做准备 沙头组合八强对手 将是林高远和王一迪组合 林高远和王一迪 3比1击败了伊沃和拉科瓦奇组合 虽然林高远和王一迪是临时配队 但两人的实力都很强 在双打方面都有获得奖项 林高远的混双能一直很强势 加上是国拼内战 彼此也熟悉 对于世界第一的沙头组合来说 这将是一场硬仗 不过沙头组合毕竟搭档了那么长时间 也连续获得世界大赛冠军 他们的实力毋庸置疑 晋级的希望更大 除了混双比赛 孙颖沙还要参加女单比赛 单打同样是世界第一孙颖沙 首战将面对自己的好友合作家 希望双方都能打出该有的竞技水平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